Hello大家好我是大白 今年四月可以说是一个神奇的新翻季度 开播前续作大牌运机 开播后接连跳票 没有说谁的意思 古王 虽然讲不了古王 但今年四月还有一部番 海谷骑士大人一世界冒险中 传说中的低配古王 没想到有朝一日会在动漫里吃动漫的代餐 这何尝不是一种NT 扭曲的快乐呢 穿着骑士装的人一觉睡醒 发现自己出现在野外 他大惊失色 发出了一世界经典三问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干啥来着 骑士冷静了一下 这装备他眼熟啊 自带夸张的辅助爸爸的铠甲 拥有暗支家户能活量的走篷 增加抗性的天盾 以及自带雷电的圣剑 他想起来了 这是他常玩的游戏角色亚克呀 是的 男人叫亚克 又是经典的通宵游戏 结果眼睛一闭一睁 就出现了陌生的地方了 亚克还以为自己的做梦 美滋滋的使用游戏技能飞龙斩 刷刷两下切掉了树木 他立刻又尝试了魔法 用完才觉得不对劲 这触感怎么这么真实 难不成他不是在做梦 可他这个账号主职业是天骑士 副职业是教皇 应该无法使用魔法才对 亚克转念一想 天骑士是最上位的职业 设定中是只有精通其他技能职业 才能成为天骑士 也就是说亚克现在超级强 这种白来的好事可不多 亚克激动之余 感觉腹部空空 一摸身上 没有金钱也没有食物 于是他决定先去城镇看看情况 结果亚克一用传送门 就直接摔下了悬崖 这个传送技能 只可以拜访之前去过的城市 我知道了 锚点是吧 不可以再换事了 亚克没有传送到城市 就证明这里不是他所熟知的世界 虽然远程距离没法使用 但次元步伐这种小范围的瞬移 是可以无CD使用的 快扶阵起来 不需要体力的闪现 我直接冲一整天 亚克靠着闪现 顺利找到一条小溪 摘下面具一看 好家伙 他买的海骨橘色皮肤 完蛋了 这相貌去城市 很可能被当成怪耍 可不去城市就没法赚钱 亚克决定将头盔焊死 谁了都不给摘 就这么顺理成章的进入了城市 他观察过小镇 虽然是中世纪的风格 但基本没什么奇幻要素 亚克的装备十分豪华 可一分钱难道好汉 他也只能望烤肉而缠之 首要目标就是赚钱 亚克进入后巷 准备找找情报 意外赚见了情报贩子 在坑女冒险者的钱 见贩子如此不要脸 那位冒险者吃了个暗亏 转身离开 这时亚克听见那贩子说 区区精灵 亚克朝女冒险者看去 就见斗篷下是一张漂亮的脸蛋 尖尖的耳朵和粉发 椰露了出来 亚克顿时兴奋了起来 精灵哎 奇幻元素出现了 他瞬间抛弃了贩子 追精灵去了 遗憾的是亚克并没有追到 不过他却看到了拥兵团 亚克赶忙进去 问九里是不是可以接任务赚钱 却被告知需要拥兵证明才行 亚克询问前台大叔要如何办理 工会前台大叔有些不相信 毕竟亚克的穿着太富有了 一点都不像是缺钱和拥兵证明的人 不过他还是告诉亚克 得到拥兵牌 需要狩猎三头魔兽证明 亚克非常激动的离开了 身后众人很感慨 这样一位骑士放下身段成为拥兵 想必是家中出了什么意外 不得不出来赚钱吧 亚克没想到出门走一趟 末门成了身世悲惨的可怜人 他在附近数量里连砍两头野猪魔兽 虽然是魔兽 但是没有亚克想象中的外貌 直到树林中走出一只半兽人 亚克这才兴奋的体验了一把打魔兽的快乐 穿越一世界 最快乐的莫过一打怪了 亚克带着三头魔兽 准备回去见香香的烤肉 没想到的半路遇见了一群劫匪 那些劫匪将视为杀光 只剩下一名小姐和女佣 哪里需要帮助 用脚趾头都能猜到 不过亚克没有网上去帮忙 而是在上方观望了一下 毕竟打魔兽是PVE 打人就是PVP了 在群体战中 劫匪的人数比较多 亚克不占优势 那些劫匪一把撕掉了大小姐的一群 一个未经世事的少女 被劫匪这么一恐吓 哭得十分凄惨 劫匪拽掉少女的裙子 就想硬上弓 亚克看不下去了 立刻冲到了劫匪身后 这一刻 亚克的盔甲在阳光下金光闪闪 简直就是大小姐心目中的大英雄 劫匪没反应过来 就被亚克拔刀一分为二 其他的劫匪也不敢逗留 放开女仆拔腿就跑 亚克抡起大剑 朝他们逃跑的方向划去 飞龙斩将剩下的劫匪 连土地都碾成了碎渣 少女逃过一劫还在后爬 女仆赶紧介绍 这位大小姐叫罗莲 是鲁比耶尔特家族的人 至于女仆 她叫利坦 俩人对亚克的出手相助 表示了感谢 女仆还以为她是侍奉君主的强大骑士 但亚克原本的设定还比较中二 强大的骑士 却因为被诅咒成了骷髅 这话她实在有些说不出口 随便找个借口让两人先去换衣服 趁这个时候 亚克对劫匪的尸体 进行了火花一条龙 并且顺势将劫匪抢来的宝物给摸了 这样一来 短时间的金钱就不用考虑了 女仆委托亚克将两人送回城市 而这位罗莲大小姐 因为被亚克救下 于是对她抱有仰慕和喜爱之情 亚克也算是在这个异世界 迈开了冒险的第一步 她将魔兽带到了拥兵团 挽聚了邀请他喝酒的冒险者 前台大汉将半瘦人身体的魔石 还给亚克 并告诉他 这东西能用来锻造装备和武器 佣兵证也顺利交到了亚克手上 大汉告诉亚克 任务可以在公告栏上看 不过上面都是简单的工作 亚克要是想接一些大任务 就要加入大型佣兵团了 而拿到想拿的东西后 亚克立刻去了旅馆 才让老板将酒和食物送到房间内 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亚克终于确定 这里就是异世界了 咱就是说这个骷髅究竟是个什么构造啊 食物吞进了哪里 既然能吃饭 那他究竟算不算无稽之谈 跑去那些不说 很快亚克接到了第一个任务 比起大型佣兵团 这种容易暴露身份的地方 他更偏向于简单的工作 比如采摘药草 主要是听起来 就非常有新手游戏任务的感觉 亚克跟着地址来到小村庄 没想到委托任务的马尔加 是一个小女孩 亚克这才理解 为什么佣兵大害 让他对委托者温柔一些 马尔加是一个乖巧的小女孩 他先是被亚克的身形吓了一跳 得知对方接下了自己的委托 马尔加很快就信任了他 并请求亚克能立即和他进入森林采药 亚克担心 这次任务是有紧急事件 毕竟委托上写了 村子附近有方格猪出没 所以需要护卫 亚克想知道 马尔加如此着急出门的原因 一问才知道 马尔加是瞒着母亲出门的 原来马尔加的父亲在一年前去世了 以前家中负责采药的是他的父亲 现在母亲为了照顾他和妹妹 每天都在努力地工作 所以马尔加也想帮母亲分担辛苦的任务 亚克十分感动 多坚强的小女孩啊 他像马尔加这个年纪的时候 还在闷头打游戏呢 虽然长大了也还在玩 一个孝顺的小女孩的愿望 亚克还是愿意满足的 马尔加和他的父亲学习了分辨草药 森林中的一些草药他都认识 他能将蛆虫直行的草药介绍给亚克 不过马尔加这次的目的是森林伸出的一棵药树 就在他准备往前走的时候 亚克察觉到草丛有动静 他拦住了马尔加 自己上前拨开草丛 见里面蹲了只受伤的炸毛狐狸 小狐狸咬住了亚克的手指 亚克正好用小狐狸的伤口 试验了自己的治愈技能 一旁的马尔加佩服不已 小狐狸知道是谁救了自己 当即又赖着亚克不肯走了 于是亚克决定收留这小狐狸 给他取名叫碰台之后 两人决定加快脚步去森林找药草 此时一名手里的猎人 慌慌张张的跑回了村子 他说自己在森林中看见了巨大的魔兽 村子守卫见马尔加的母亲回来了 主动问他是不是委托了什么任务 马尔加在骑士的护卫下进入森林了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马尔加找到了森林中心的药术 他脚步轻盈 三两下跳到了下方准备采药 这时碰台突然警觉 亚克也感觉到一股邪恶的气息 果然马尔加身后出现了巨大的蜥蜴魔兽 看样子这蜥蜴就是伤了碰台的凶手 蜥蜴挥爪攻击马尔加 被亚克瞬移救走 在张嘴吐息 毒物熏死了一片花丛 亚克抱着马尔加和蜥蜴对战 蜥蜴这东西有够难缠的 毒物麻痹还长了六只手臂 亚克抡大剑挡住蜥蜴的攻击 被放下的马尔加乖巧的躲到了亚克身后 这时怪物开始猛摇头 亚克意识到 这是技能释放的前置动作 果然对方突出的声波 拥有石化的效果 不过亚克的天队能防御这种攻击 就连怪物的毒物都能挡下 不但如此 亚克趁着毒物反弹的瞬间 抓住机会 举起大剑 使用上位天骑士技能审判之剑 随着金光闪烁 亚克仅一击就将蜥蜴秒杀 他心中暗爽 马尔加也连连夸赞 斩杀了这么强大的魔兽 今晚村子一定会开庆祝晚宴 亚克心说这个不行 他铠甲下可是骸骨 要是举办这种宴会 很可能会暴露 亚克现在的计划就是低调 于是他拜托马尔加 隐藏击杀怪物的秘密 马尔加虽然不理解 但还是答应了亚克 亚克猜测马尔加村子 附近出没的方格猪 可能就是被这个怪物给吓过去的 眼下怪物死了 方格猪又出现在这里 被亚克当作伴手里 打包回了村子 他拜托村民将皮毛处理好后 赠予马尔加 至于肉都被分给了村民们 亚克主动承担了 带马尔加去丛林的责任 并告诉这位母亲 他有一个孝顺的女儿 这下马尔加的母亲 也没有对女儿生气了 也认为亚克 也没有见到奇怪的魔兽 他和马尔加对视了一眼 将消息瞒了下去 之后亚克告别马尔加母女 带着碰太回到旅馆休息 另一边 一只佣兵团 以牺牲15人 受伤30多人的代价 才终于将另一只蜥蜴怪斩杀 他们看见了药树旁 倒下的第二只蜥蜴 震撼的同时也十分担忧 一击将这怪物杀掉的家伙 究竟是好是坏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爆肝二号鸡大白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